今天是民众报税的最后一天 投保加州也将会在今天晚上结束所有的申请 然而缴身社区中心提醒大家 民众仍然有机会获得健保福利 另外缴身医疗中心获得批准成为了联邦认可医疗中心 并且被由美国标准协会评定为 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系统的第三级最高级别 请看我们的记者孟子文的采访报道 李伟强牧师介绍 民众仍然可以享有的保健福利 有没有申请期限的Medical 俗称白卡 再缴成医疗中心就可以办理 申请白卡必须是公民或5年以上的绿卡持有者 家庭收入不超过政府制定的贫穷限标准的138% 单身者年薪不超过15,856元 一家四口不超过32,499元 另外从5月开始 白卡持有者可获得免费牙医服务 那么如果不符合Medical 你的收入比较高一点的话 那Cafe California当然是已经停止 但是如果你有一种特别的人生的变故 比如说家里生了个小孩 或者不幸运 死了一个人或者离婚 或者失去了工作 或者任何特殊的原因 你失去了你的健康保险 你需要在这个事情之后的60天以内 去申请赶紧在60天以内去申请 Cafe California还是可以的 另一项保健福利 是为洛县居民免费提供医疗服务 名为PPP 该计划不能预先申请 只为诊证及医疗时提供 PPP不需要拘留身份 但必须是洛县居民 患者需要没有任何医疗保健 家庭收入为133%贫困县之内 单身者年底薪不超过15,282元 一家四口不超过31,322元 如果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到以上网站查询 另外缴生中薪于6月30日前 可以提供约150个名额 预约电话626-286-8700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